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山形縣位於日本的東北 約120萬人口生活在這個富饒的大自然中 藏王的樹冰 溫香館 銀山溫泉 山寺 滑雪 日本酒 米澤牛 各式各樣的水果 如果你喜歡自然文化或美食的話 一定要來拜訪山形 本支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冬季山形的兩天夜遊 將山形精彩的一部分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我們一大早約9點左右 從東京車站搭乘山形新幹線 大概兩個半小時左右就可以到達山形 看到新幹線路上的雪景 鮑勃的心情也越來越嗨 等等一定要來採雪 大概中午我們到達了山形車站 也到了中餐時間 來吃吃車站內的炸豬排店 平田牧場 平田牧場創業將近60年 從豬的品種開發 培育 加工 流通 販賣 全部都一手包辦 以確保豬肉的品質 那我點的這個是金華豚的綜合拼盤 就是有蝦勒跟螺絲 整個加在一起 那平田牧場的金華豚 就是我們首次的金華豚 然後再做改良 然後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所以我先不沾醬吃吃看 它的肉質非常的鮮細 然後一吃下去 稍微有種回甘的感覺 好吃 吃完中餐大概下午一點左右 我們到車站旁的巴士站 搭乘路線巴士約40分鐘左右 可以到達藏王溫泉的巴士站 我們搭乘飯店的小巴 兩三分鐘就可以到達今晚下台的飯店 歐米亞旅館 這個溫泉旅館有1000年的歷史 建築本身是踩大正浪漫的懷舊感 進到旅館本身需要拖鞋子 赤腳踩在榻榻米上一種舒適的感覺 Bobbo住在三樓荷陽混搭的房間 除了房間看起來電壓以外 兩旁窗外看出去的景色 只能說是一絕 朝座休息大概下午兩點出頭 是不是感覺有點口渴 我們從飯店走路約四分鐘來到了山形酒博物館 這裡可以喝到山形49個酒廠 不同的日本酒 喜歡喝日本酒的人應該會超開心 那我現在這邊的三種酒 就是這邊最名貴的酒 那在中間這個呢 聽說要再去酒店一杯 要1500塊日幣左右 我們要喝喝看這品牌呢 叫做霞城壽 那聽說那個酒的味道是大辣 哇 真的是嗆辣耶 這個整個辣到紅的感覺真的很爽耶 嗯 好喝 順道一提 如果就是今天住這邊的話 還要免費一杯飾飲券可以用喔 在這邊邊看雪景 邊喝一下山形的米酒 人生一大享受啊 哈哈 離開山形酒博物館 散步個八分鐘左右 我們也到了今晚最精彩的行程 去看樹冰 我們約四點半左右 抵達藏王山路站後 五點乘坐十分鐘左右的纜車 先欣賞一下廣闊的雪景單開胃菜 抵達藏王樹冰高原站 搭乘超級酷的Night Cruiser 就是一台可以載36個旅客的除雪車 十分鐘左右即可抵達樹冰原 藏王的樹冰規模為世界趨值可數 樹冰形成的原因是 由於生長在牙膏山帶的真葉樹 大白葉冷山林 受到冰雪覆蓋所形成的大自然神秘奇景 每年12月底到2月這段時間的晚上 則可以看到精彩的樹冰夜景 那這次的藏王樹冰有點小小的可惜 因為今天天氣比較暖 所以它樹冰上的那個冰並沒有很多 所以還可以看到一些樹的樣子 在這裡花個十分鐘 拍拍一定會讓朋友獻煞的王美照吧 我們乘坐Night Cruiser跟樹冰說拜拜之後 乘坐纜車回到藏王山路站 結束了這個月一個半小時 雖短 但是無敵精彩的樹冰幻想回廊行程 我們往飯店的方向走 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到了 不得不提一下藏王溫泉這個區域 景點距離都很近 可以省下很多交通時間 優質的溫泉旅館大多都有優質的餐點 歐米亞旅館也不例外 晚餐的會期料理山形牛為主題 牛花整個在嘴巴中散開 我還是和牛山形牛 好吃啊 搭配其他山形當地當地的食材為附 然後不得不提一下 料理快結束的時候登場的白飯 讓鮑勃體會到了日本米的美好 我們第一天的行程 就在酒足飯堡中結束吧 早安 今天天氣也不錯 我們開始第二天的行程吧 現在大概是早上七點 我們來吃個早餐 歐米亞旅館所附的早餐真的很豪華 有山形的烤豬肉配溫野菜 當地食材所做的配菜 豆腐 還有無限供應的麵包甜點 可以吃得很飽又可以吃到品質 我們大概接近八點左右離開飯店 今天上午到下午兩點左右的三個景點 都會在寒河江市這一帶 第一站要去Strawberry Farm採草莓 因為拍片方便的原因 我們今天是包車移動 一般旅客可以搭乘巴士 到山形後 轉25分鐘的電車 到南韓河江站 加上20分鐘左右的走路到達 Strawberry Farm才預約制 所以需要前一天預約 花1800日幣 可以30分鐘無限制的吃 五種不同種類的草莓 你很愛草莓的話就真的蠻划算的 因為其中一些品種的草莓 一盒市價就要好幾千塊日幣 這裡採草莓的另外一個好處是草莓長在高台上 所以你可以站著採 不用蹲下來然後沾得滿褲子離土 對膝蓋不好或穿淡色褲子的是一個福音 那剛剛那個農園的主人說啊 就是這個啊 草莓如果這邊的葉子是翹起來的話 聽說甜味就會非常非常的好喔 哇這個甜超多的耶 喔好好吃喔 採完草莓大概是10點半左右 我們走個20分鐘回到南韓河江站 搭乘電車一站就可以到韓河江站 再走兩分鐘我們來到了Ngia 這兩棟建築原本是造酒工廠 有100年的歷史 被韓河江當地的紡織品牌 佐藤纖維翻修後 於2015年變成綜合商業設施 Gia1的一樓多數販賣佐藤纖維自由品牌的服飾 設計的非常有質感 二樓則是其他世界知名時尚服飾品牌的選貨 這裡購物空間真的很舒服 我在東京很難找到這麼有設計跟空間感的服飾店 Gia2則是雜貨店 販賣精心挑選過的家具、書籍、文具、手工藝等等的商品 種類很多可以慢慢逛 Gia3則販賣一些食品 以及我們吃中餐的地方 Gia0053 前幾餐我們吃的都是將山形的食材以日本料理的方式呈現 這一餐我們就來試試看以異國料理呈現山形美味的食材吧 包博選的一天只有十份的特別套餐 2950元日幣、沙拉、餐前面包、前菜、Pasta、肉料理、甜點飲料 在日本以這個價位可以吃到這麼多道精緻的餐點真的很難得 大約1點左右我們離開Gia 大概走個15分鐘就可以到達骨折酒造資料館 骨折酒造成立於1836年 那我們現在參觀的這個資料館於1986年開放 是將1917年所建立的日本酒工廠改建而成 這裡放了很多珍貴的造酒工具 大家可以學習一下日本酒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這邊前面這兩個大桶子 就是做酒的桶子喔 知道怎麼做酒也需要知道酒的味道如何吧 我現在喝這個紅花霧重冰味啊 它有種非常高雅的口感 跟起司雞肉還有牡蠣都很搭 非常的好喝 這個折鎮之後出雨之裡的純敏營養酒啊 它是用蠔水跟蠔米所做的 所以我們喝喝看味道怎樣 喝起來非常非常的柔和 聽說這個跟Cream Stew很搭喔 如果喜歡山形的日本酒 鮑伯也推薦到白鷹丁的家冒川酒造 這個酒造非常的有歷史 穿越於寬寶元年 1741年 之後也可以在這個酒造體驗以適應 有興趣的話請看東日本鐵道假期官網 離開骨折酒造 我們的兩天一夜遊的行程也接近尾聲了 走路加上乘坐電車大概40分鐘左右 我們就可以回到山形車站 現在時間大概三點 我們這兩天一直經過山形車站 但好像都沒有在周遭散破齁 那麼晚餐之前就在這裡附近觀光一下吧 從車站乘坐巴士12分鐘 我們來到了這裡最知名的景點 文香館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於1916年建立 是大正時期代表性的英式建築 成是山形縣廳 和山形縣議會的辦公場所 現在免費開放給大家參觀 到晚上這些建築還會點燈 有種置身於歐洲的感覺 除了文香館以外 也可以拜訪國指定史基 山形成績 也是東北地區最大的成績 車站附近還有一些景點 那包伯就不一一介紹了 現在時間大概晚上六點半左右 晚餐要吃什麼呢 難得來山形玩 就花點錢吃山形最高級的和牛 也被譽為日本三大和牛的米澤牛料理吧 米澤牛的岸山子就在山形車站旁邊 等等吃完就可以直接搭車 真的很方便 那這個點餐其實蠻方便 它就是中文啊 英文跟日文都有 所以不怕不懂日文喔 米澤牛的高級沙羅牛排 它那個油花 整個在嘴巴中散開 但是不是那種讓人家不舒服的油 果然是牛排就是不一樣 好吃 那我們吃完米澤牛抱著感恩的心回東京吧 對了不到這個梗大家有沒有catch到 感恩的心是阿信 喔不是那五月天的阿信 是日劇阿信的片尾曲 然後阿信又住在山形 想說影片最後幫大家科普一下 總之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山形兩天夜遊 那山形的景點還有很多 也就會鮑勃再幫大家多多介紹其他有趣的景點 請大家拭目以待囉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